HELLO 各位伯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曼联2022年夏季清洗名单系列 今天来到第三集 第一集就是说福仔 第二集就是队长麦佳 今天其实心情也相当矛盾 其实我极度不想说他 但是今次来说 我要投下这个like 投下这一票 心里面真是为了这位球员 希望可以继续好好发展 大家记得在这个系列里面 大家看完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癫恩軒阿臣 阿軒仔应该要走的话 就记得给like和留言 如果你觉得也是想他留下 那就只给留言就可以了 至于留言说什么 大家画面的右边 就会和大家说了 究竟留言大家可以留下什么 好的 说一下轻仔这件事 我只能够说 如果命运能选择的话 我想他也可能觉得 这个选择真是很惨 为什么呢 就是轻仔基本上 他就一个把握到一个机会 就上位做到他很想做的事情 可惜也都因为一件事件 一个病 令到他就丧失了这个机会 所以他曾经这个机会摸到上手 但是很可惜 因为客观的环境 找不到他自己控制不了 病 没有人想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可惜 我今天的第二节目 都有提过他 现在就是 纽加素 二次 和阿积斯 都不停传出 对他有兴趣 曼联 在冬季转昌 刚刚过了 那个 又不肯放他走 所以我觉得是极度之矛盾 但是看个势 未来的夏天 我想他和迪基亚 一定是二选一 究竟是选他还是迪基亚 在现在这个形势来说 我想选他的机会 相对来说 但是也要看看 究竟我们的 新领队 会想踢什么一加球 所以 如果 真的 最后选择了他留下 我自己个人 就希望他可以真的 好好把握 这个 那么重要的机会 但是 如果不是的话 我都觉得 还是走 在这里也是 没人走 那么 这个球员 其实他那个 青年的路途上来说 都是OK的 首先和大家看看 FBREF 这个网页 他的数据 不过说真的 他的数据 这个scouting report 就不能作准了 因为 对上的365天 他只是上阵了697分钟 所以就算 那个比较上有多好有多差 其实 我自己觉得 都不能作准 但是我就借这个机会 和大家看看 其实 轻仔是如何慢慢慢慢慢慢 踏上了这个 就是 曼联的一哥 又或者 差点 就是他没有做过的 但是就预备 挑战 英格兰一哥的地位 首先他在曼联 也就是 红队 就是清分 都是一个 非常出色的 一个龙门 然后他也 由于 大家都知道 近十年来说 迪基尔基本上 都是 稳如泰山 无论他的表现 就算是差 那段时候 其实他也是 稳住 做曼联一哥 也因为这样 我们很多年轻门 都要出去外借 但是说真的 他这么年轻 出去外借 都是 很正常的事情 第一年就出去了 1617年球季 Grimsby Town Lead 2 球队 踢得OK 接着就去了 Saucebury Lead 1 球队 就是升了一级 也成功地 球队就得到第三 即是说 可以说 他开始习惯 去踢一队 在联赛里面 排前几位的球队 的龙门 其实Saucebury Town 的球迷还是很喜欢他 我要提醒大家 接着之后 石飞链 再上一级 去到英冠 英冠 英冠 拿第二 绝对是一件 美事 对吧 也跟着 Chris Wilder 带他上去英超 连续四年 由Lead 2 Lead 1 英冠 英超 一步 稳步上扬 那年的石飞链 还是排第九位 一星班排第九位 大家都还记得 当时的 overlapping center bed 中间做overlapping center bed 引起一时的佳华 而他当年的表现 也相当不错 好了 当时来说 也正值 大家都还记得 迪基亚 那段时间 有些还得或失 如果没记错 罗美劳 也决定离开曼联 所以2020 2021 的球季 上一年 其实他正式 上来一队 正所谓 叫做挑战迪基亚的 一个地位 那 大家都记得 什么事 迪基亚 当时的表现 真是不稳定 亦都 因为这么巧 他生孩子 记不记得 那时候 好像比不知国际赛日 他生孩子 那 都仔仔 就特意给他放假 放假 去看自己刚出生的BB 和照顾太太 的时候 迪基亚 真的梦想成真 拿到他 曼联的一号门将 那时候的表现 其实 老老实实 很多人都说 迪基亚的做守门员 是不是一个顶级 我可以很老实地回答你 现在这一刻 或者就算当时 他踢正转的时候 都未是顶级 因为在扑构上高 其实他还有不少的进步空间 尤其是 大家 在他的情况 那个比较 他和比较的人 叫做迪基亚 迪基亚的扑构 真是神急 亦都是 无论他 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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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迪仔和他比较差 比较差 老实 迪仔的扑构 的确未到顶级 但相反 如果你要计算一个比较全面的龙门 尤其是现代的龙门 包括他要有一定程度上的脚法 一定程度上的传送能力 其实他和迪基亚 他都比较差 比较差 因为他很愿意出刑 做清波 有些像扭架 的踢法上高 亦是准准的 而且在差拐的情况下 还算是不错 很有趣 迪仔是英格兰的门将 迪基亚是西班牙的门将 反而在句下功夫上 迪仔尤其比迪仔都比较差 比迪基亚的传送 这个比较有点怪现象 但是 其实 这件事 他的机会已经是明明去到他的手边 也都刚刚碰不到 好像你搭地铁 那个扶手已经刚刚握着 当他预备握着的时间 正正就是今季2021年2022年的球季开始 很可惜 他中了一招 结果 就将机会 双手奉送给迪基亚 而迪基亚今年的表现 真是无法挑剔 他经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迪基亚真是回来 所以 他也不会 迪基亚在今季 或者今季踢了的赛事 都已经无机会再挑战过 因为迪基亚 的确是 我们今年 做拍大波角度都不知说了多少次 要不是迪基亚 所以迪基亚其实他一直都叫做 挺顺利的 仕途上高 但是很可惜 是来到这一刻 就是因为病了 所以 就 失去了这个机会 也有朋友就说 其实 一些 他的比赛上高的比分 他们觉得 尤其是对于一些中校场的球员 会比较上有用 因为前场球员 你计他入球 助攻 相对来说简单 数据 但是 中校场球员未必这么容易看到 所以我也特意在SolvaScore 这个网络 找了一个牵制 在这方面的数据 亦是说 他对上12个月 究竟 落场的时候 他的平分是大约多少 SolvaScore 他的平均分数 是6.78 对于一个门将来说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 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因为 门将 他做事是很被动的 老实实 如果他整场球员 是我们攻到对手一动都没有 根本他都没机会碰球 他的表现也不会太突出 但是相反 好像迪基亚不稳定的时候 突然间 出现几次哈辣的话 他就会突然间 可能低分到很紧要 所以 其实很难去得到一些很特别的高分 但是 你看到一样东西 不好意思 刚才无端端折了 有时我手机就这样 无端端折了 你看回对上12个月 就是这个暑假 就是这两个十字 他病了这几个月 6 7 89 令到他失去了 明明是抓住了一半的机会 但是你看到 他的表现是极度稳定 6.9 6.7 6.7 6.8 6.8 6.8 所以平均是6.8 而英超在对上12个月踢了7场 平均是6.79 欧联踢过一场6.8 足总杯和 联赛杯都是一场 全部都是6.8 所以 我们经常说 一个门将 最基本要求是什么 就是稳定 很明显 阿牵仔是给到一定程度的信心 大家是可以稳定 还有 有一样东西 我想差点刚才说 阿牵仔的特性也是漏了 就是他很有输米高的特性 他很喜欢 跟后卫去沟通 当然沟通的方法 也是比较激烈一点 这就是迪基亚的相反 我自己个人觉得 尤其是 如果我们本身 在后方也没有一个大哥 真的好像 Van Dijk 去指挥的话 龙门 去做这件事 是应有之意 而且为什么 连龙门是看得最清晰的 因为他是站最厚的 很多时候 看情况 他的视野是最广阔 所以 龙门做这件事 其实是很适合的 虽然在这条影片里面 我都会给个like 我都觉得 他应该是要走的 但是 如果 讲完机会率先 他走的机会率就是 我觉得就是看新领队 所以我就会觉得他走是50-50 价钱会卖得不错的 虽然他没有踢那么久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什么 他也很想 继续在 争夺正选 争夺 都没说过英格兰 不过英格兰 不关曼联线 他也想继续 好表现 继续他的足球生涯 争夺英格兰国家队再挑战 因为现在其实有机会 只要他踢得好 但是 我觉得都是50-50 因为 新的领队 如果真是好着重做一个高位迫抢 的足球的话 一个肯出营 出营比较准 还有 那个指挥能力比较强的龙门 是真的有需要 因为我们如果踢一条highline的防线 的时候 那个龙门对于 和后防的默契 和联系 是极度重要的 但是 说真的 如果纯粹说表现 今年的迪基亚 或者 计算迪基亚 在这里的10年 其实整体来说 又是真是 很值得留下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苏斯阿柴还在领队的时候 我都说 可不可以轮流踢 两个 不过 很多足球界的人都说 不行的 龙门不行的 一定要有一个一号门章 第二个就是back up 没办法 所以呢 我只能说多一句 轻仔 如果命运能选择 你会怎样选择 今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 如果你觉得 听完之后 还是觉得 轻仔 还是走好一点 记得给个like 和留言说一下你的原因 如果你觉得 不是我真的很想留下 只留言就可以了 OK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 拜拜 rei 似下来 一 都 不是